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变迁的编辑页面 那么像这样我们在一个窗口上用了布局器的显示和隐藏 实现了多个窗口的切换 因为之前也给大家说过 说我们这个火山安卓的这个测试版或者说免费版 它限制我们用三个窗口 最多只能用三个窗口 所以给大家说 因为我们程序呢 可能需要显示的界面比较多 但是呢 大家大部分人用的这个免费版呢 只能有三个窗口 所以说给大家讲了如何去用布局器的隐藏和显示 实现这个多个窗口的显示 那么既然它有三个窗口 我们之前一共就用了一个窗口 那么这个也不能说因为这个窗口比较有限 我们就不给大家讲怎么去带入新的窗口 关闭窗口 窗口切换这样的 那么这作为这种技术的话 一定要是要让大家知道的 那么今天呢 就讲的主要就是给大家说 怎么去切换 那么这个时候 给大家引入了一个什么呢 说叫欢迎界面 这个欢迎界面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当大家打开我们电脑的时候 每天电脑开机的时候 它是不是启动 进入桌面之前呢 有什么Windows一个图标 对吧 会显示一些进度 说正在启动 那么这个界面一般 我们可以就把它叫做欢迎界面 当然这个欢迎界面呢 一般像Windows 比如说Windows XP啊 Windows 7啊之类的 它有些到后来会显示一个欢迎 欢迎这样的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欢迎界面 那么像 我们的手机 比如说手机没电了 然后你冲上电之后 你再开机 它开机之后啊 它也有一个界面 启动界面 这种可以叫启动界面 也可以叫做欢迎界面 我们一般就这样 笼统的叫它 就是说 是 这个界面呢 就是我们正式的功能 使用之前 显示正式的桌面之前的那个界面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 笼统的叫做欢迎界面 那么如果我们像 像打开这个Windows 打开这个什么呢 一些程序 或者说打开这个手机的 里面的一些APP 比如说是微信啊 QQ啊 或者说什么去哪儿呀 什么美团呀 这样的 它都会先显示一个界面 这样的都可以叫欢迎界面 好 那么这个具体呢 之后再给大家说 那么在讲这个之前呢 我们先要给大家 说几点 第一个是什么呢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窗口的 再入和关闭 这个因为有欢迎界面 它是一个新的窗口 那么这个窗口 你想让它显示出了一个窗口的话 怎么显示呢 就要再入窗口 然后呢 用完之后啊 我们要把这个窗口关掉 就这一个窗口显示完 后来它自动关掉了 或者说我们手动关掉了 这样的话 就把这个欢迎窗口关闭 这样的话 进入我们主界面 那么这个关闭的过程呢 有可能是自动关闭 有可能是我们手动关闭 那么自动关闭的话 它可能比如说我们设定说 让它三秒钟之后关掉 或者是五秒钟之后关掉 那么这个关闭的话 怎么让它几秒钟关闭呢 定时关闭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时钟 所以说今天这节课的话 给大家会讲到基础的 像窗口的再入和关闭 以及在我们这个程序里面 如何去定时操作一些什么东西 这个定时器 就相当于说 我们这个时钟 就是一个定时的 周期性的做什么工作 那么最后呢 我们会把学到的 再入窗口和关闭窗口 以及时钟结合起来 制作我们这个日常小助手的 欢迎界面 给它做一个欢迎界面 打开之后呢 不是直接弹出来 而是先有一个界面显示 一会之后呢 再进入我们的功能页面 好 那么现在我们先说 第一块 这个窗口的再入和关闭 那么在说这个之前呢 我们先要看一下 上节课 还有一些遗留的问题 还有一些遗留的大问题 我们把这个什么呢 把我们这个程序打开 把我们这个方案打开之后呢 我们先把上节课的东西啊 原样的复制一个 对吧 这是我们常做的工作 添加一个项目 第十二天的啊 呃 新建一个空的项目 好 创建之后呢 我们把第十一天的所有东西啊 啊 第十一天给它复制过来 当然十一天的 我们就复制这个就可以 因为这个是我们第十一天 讲课用的啊 这些课用现在不去管它 这是我们这个日常小助手啊 的功能 把它复制过来 这时候这地方改成第十二天啊 这就变成我们今天的了 那变成今天之后啊 其他这里面这些东西呢 我们看一下啊 没有什么大的变动啊 这些当然就是上节课的原样复制过来了 好 复制过来之后呢 我们大概回顾一下我们的代码 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把这个 把我们第十二天设置为活动项目 当然呢 这地方我们把 这个程序标题啊 改为第十二天 这就比较好识别了 确定之后 我们生成一下 它提示说这些图片不存在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 那么第十一天时候用到这些图片呢 把它复制过来 都在这个目录 然后我们放到第十二天 这个里面去 这时候再去生成一下 好 那么这个因为在第十一天发布之后啊 大家看的时候啊 还有好多学员是这样的 他也先没看这个教程 他就把我们第十一天 我们课堂上的这个生成的这个AP开呢 拿去装在模拟器 或者说装在自己手机上了 发现装完之后呢 哎 打不开 说一点之后呢 直接就这样退出了 这是我 后来重新编译之后 因为我们在讲课的时候 一步一步做的时候 我们这个第十一天 第十一天是可以打开的 对吧 是可以打开的 那么 当大家拿到我那个AP开之后呢 就像这个 这是我原样复制过来 什么也没改 对吧 没有改核心代码 就改了个包名字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个第十二天再装一下 安装一下之后 我们看这有第十二天了 像这个第十二天 大家看 点击之后他打不开 这个是打不开的 这个为什么打不开呢 这是因为我们在程序写的过程中啊 有一些漏洞 或者说有一些bug 那么第十一天之前 为什么可以打开呢 因为我们第十一天 我们讲课的时候 一步一步往后做的 一步一步往后写 那么 有些工作 当我们做完了之后 在后期改了代码之后 它是可以运行的 这就是我们在第十一天时候 大家看我们课堂上 一直都是可以运行的 对吧 但是为什么 我这个代码重新复制之后 在第十二天 它运行不了呢 这个后期 我检查了一下 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呢 问题就出在了这个地方 这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个bug 因为我们之前的写程序的时候 里面我们保存的时候 有一个变迁列表 点tlt 当这个文 这个目录下面有这个文件 以及这个文件里面有内容的时候 它这地方读入是正确的 那么如果这个文件不存在 那么这时候 它读入的时候 就会出现错误 出现错误 它读完之后 是一个空的东西 在这地方一分割之后呢 就出现了错误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呢 要给这个地方增加东西 也就是像我们第十一天的时候 也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第十一天的这个位置 我们读入文本文件的时候 如果这个文件不存在 因为一开始装上之后 我没有这个文件 对吧 这个文件当我们编辑了变迁 增加变迁的时候 它才生成这个文件 所以说没有这个文件的时候 会出错 那么在今天第十二天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这个怎么解决呢 给它做一个判断 如果 如果什么呢 说局部 这个文件内容 一读之后呢 发现这文件不存在 不存在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等于空对象 而且这个文本啊 一读回来之后呢 它这文件不存在 那么读完之后 就像在读失败了 你看读失败的话 它就会 如果这个所指定的文件不存在 或者说读入失败 将返回一个空对象 所以说 这时候我们就判断一下 如果它等于空对象的话 那就是不存在 或者说 这个读入失败了 对吧 这时候我们就让它干什么呢 让它程序返回 然后我们就做这样一个工作 如果这个空对象的时候 就让它返回 那么这是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重新生成一下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因为之前出现什么问题呢 当这个文件不存在的时候 你看它一点开之后啊 它就直接程序关掉了 就退出了 所以说呢 这个程序干脆也运行不起来 之前说我们为什么讲课时候 可以运行起来呢 因为讲课时候一步一步走的 这个文件它已经有了 我们后来在写这些代码的时候 它是可以用的 这就是我们在程序啊 编译之后 我们没有去好好去测试它 就会导致这个问题 现在重新安装之后 我们看第12天 是不是可以打开了 这时候就可以打开 也就是说你看 这个时候可以打开 虽然说打开之后 这个空变迁呢 我们打开之后 它是没有东西的 对吧 没有东西 那你可以 可以空着 但是不能出错 那么这时候就可以了 这时候解决了 这第一个问题 那么 当我们点击添加的时候 我们会生成这个文件 对吧 就可以生成这个文件 那么我们添加完之后 当然我们推出 你再点开之后 它还是这一个文件 好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解决一个 这个 这个APP呢 这个APP 大家装完之后呢 无法运行起来的 有问题 所以说第11天的教程 大家拿到之后 很多人就是这样的 直接呢 上我们这个地方 把我们这个里面呢 啊 第11天的 这个 这个APP呢 直接 安装 安装了一下 或者说呢 它把原代码打开之后 自己编译了 生成了一个 生成完之后一装呢 而且不好用 拿手机上装 也不好用 啊 所以说 这个问题就是 我说的是 这个文件啊 这个总的 变迁列表 这个文件不存在导致的 我们这地方没有判断 所以说大家看 写程序的时候 一定要严谨 啊 这个地方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其实大家 现在看 这一个问题解决了之后呢 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大家看 我们这个变迁 是不是 这个背景啊 怎么是个白的 以前我们设置一个 有一个底色对吧 有一个底涂 它现在为什么是白的呢 这个问题在哪地方呢 这个问题 当然就是我们在 给我们这个窗口 增加了一个什么呢 增加了一个 之前增加了一个叫 叫什么呢 我们为了实现 这个多条变迁的时候 可以上下拖动呢 增加一个 中向的一个 滚顿的一个容器 那么增加这个容器之后啊 你看我们 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之前 我们把这个变迁条 这个背景啊 放在这个容器上了 放在这个容器上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时候啊 就给这个容器 它是一个底层 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个变迁条呢 我们把它切换一下 切换到我们这个什么呢 变迁的主页 让它可视 变迁主页是可视 然后呢 让这个变迁的编辑呢 让它完全隐藏 对 这个地方就是 没错的 大家看 我们现在底部是哪个 底层是这个 之前我们的底是这个 现在我们的总的底是这个 所以说这个放在这个上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里面 因为我们变迁没有创建的时候 它它里面创建完之后 它一个一个往这里面放 所以说这个应该是总的背景 所以我们应该把之前 它的这个背景图啊 现在放给它 应该放给它 所以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地方呢 我们应该把这个背景图啊 剪下来 贴给它 贴给这个 中向 滚动容器 因为你看 现在这个是白的 我们应该底色呢 全部有一个底图 好 这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它生成一下 好 现在大家看 是不是就有个底图了 整个这个底图就有了 然后每一条变迁啊 就可以创建 这就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这个所属关系 发生了变化 所以说这个地方应该给它设置一个背景图 这是一个小问题 启动不了是一个大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大问题是什么呢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当我们把这个程序啊 我们之前在这个模拟器调试的 觉得还不错 当我后来把这个程序 发给别人 然后呢 别人在手机上安装 后来我自己安装一下 装完之后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第十一天 给大家留下一个坑 这个当然不是故意的 是无意中的 没有考虑到这么再多 这当然就是火山那个新事物啊 我们都是新人 所以说这有些问题啊 考虑的还不是很周到 还有些技术上面 我们还在继续在学习 所以说很难就是完全把握 那么这样的话 你看我们装完之后 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这是我从手机来截屏的 我把这个程序装在我手机之后 发现它是这个样子 装在手机就显示成这个样子 这样哪行 这样就感觉 这个 这哪是变迁 对吧 很不好看 你看这虽然有文字 这没有文字 我们随便点的 这有文字 它显示这样 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变迁的样子 对吧 我们要的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要的应该是类似这个样子的 对吧 这上面有文字 这上面有文字 然后呢 它每一条每一条都很清晰的 这样显示 不能像我们说 这堆在一起 那么像这种问题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的代码 我们在写代码时候 首先我们从这个图上看 我们这个变迁条 是不是一条一条 特别宽度还行 对吧 没有问题 这个高度不对 那么这个高度 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设置的呢 我们就看我们在动态生成的时候 这个生成变迁列表的时候 那么这个里面的 我们看一下 高度在什么地方设置 我们每一个线性布局器 是吧 这是生成每一个 动态生成的一个 线性布局器 那么这个线性布局器里面 出现个啥问题呢 这需求尺寸的时候 宽度我们是填满副窗口 高度我们给了个多少 110 那么其实 这个110呢 在我们这个时候 大家看着还不错 那么以及在我们这个界面设计的时候 大家看110可能也差不多 这个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你看 大家看我们这地方 设置的这个 这个尺寸呢 是一个480乘以800多 按这个比例 我们看着好像差不多 这个里面呢 比例它也是差不多的 因为高度就是800多 然后我们每一个变迁呢 每一条变迁呢 110 那么这样1234567 差不多就是 加上这个边边角角的 就差不多 然后我们把它装在手机上 出现一个这样情况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你看这个图现在是多高 这个图的尺寸是 1080乘以1920 就是我们现在手机的分辨率 也是非常高的 高度达到了1920 那么1920的话 我们这每一个条 高度才给了110 是吧 比如说这一个屏幕上 它其实可以放十多条 你看这1234567 它这就是700多 那么你想想我们要1900多呢 这还可以放很多很多 所以说这就是原因 就是我们设置了一个固定的高度 这个固定的高度 它是一个像素值 所以说我们这地方给了一个110 它是个像素值 这样就导致了 在我们这个分辨率很高的屏幕上 看的就是这样的 它是一个固定值 你就给了110 我就显示110 所以说这个问题啊 我们就要去解决它 那么像这样的固定值 它其实不光是手机上会出现 手机上这个情况就表示 表达的非常的 怎么样 非常直接 非常的立开建议就会出现问题 在我们在电脑上可能100多 什么的这个电脑屏幕上 可能没有这么明显 但是手机上这个就太明显了 所以说你像这样的话 你是没法用的 就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程序 那么像显示是这样 还过得去 对吧 那么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地方 也就是说我们这地方 就不能用这种固定的值 给它去设定 因为如果你说 那我要给个300多呢 这1900多 300多 显示6条左右 5、6条 可以 但是如果别人是一个 分辨率非常小的手机呢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不是又不对了 所以说 在这个安卓手机上 在我们手机上 这个屏幕啊 这个调整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就是我们 做手机程序 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 也是大家从 Windows这个程序 转到手机的时候 很容易忽略的 也是很不容易 把这个处理好的一个地方 那么像我们之前 有做这个界面设计的时候 有些地方我们说 给大家用这个权重布局 权重布局是什么意思呢 它其实就是一种 按比例的分配 比如说什么意思呢 之前我们比如说 让它显示4条 或者5条 我们给它设定一个权重值 说它占百分之多少 我们就说 这个地方有个 有个这个什么呢 有个剩余的权重 好 就是有这个剩余空间的 一个权重 那么如果这里面有多个 有多个这个布局器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设置 这个它的这个权重值 剩余空间权重值 通过这个权重呢 就实现了一个 按比例的一个分配 所以说我们这地方 我们这地方也要考虑 我们把它设定一个 按照比例的分配 给它分配一个权重值 这是一种办法 那么还有一种办法 是什么呢 要么你就把它 这个屏幕的高度 给它取出来 对吧 你通过取屏幕 这个高度的方式呢 你把屏幕取出来 屏幕的高度取出来之后 你比如说取出来1920 那么1920 我每一条 我就是这个1920呢 我说每 我就这个一个屏幕上 我就放七条 那就1920除以七 大概得到一个高度 这样的话呢 如果它屏幕是1080 那么你取出来 我也放七条 那么高度应该多少 这样它都是 整个这个屏幕高度啊 就分七条 你屏幕大也七条 屏幕小也七条 屏幕大的话呢 这个显得高 屏幕小的话 这个显得低 这也是一种办法 但是我们这种 固定值的这种办法 就是显得 非常不好了 所以说我们这地方 要给 给它变成什么样的呢 这地方我们要用 权重布局 去设置 那么权重布局设置 怎么去设置呢 这地方有个局部 我们这个叫 线性布局器 对吧 它有个叫 制什么呢 制子组件 制子组件的 剩余攻坚权重 那么这个时候啊 它其实不是 制它的子组件 应该我们制的是哪个呢 我们制的是这个 这个背景呢 它是一个 总的一个背景 对吧 我们这些线性布局器 是不是都添加到 这个背景上了 什么意思呢 就说你看 这个是一个 总的一个背景 我们动态生成的 每一条每一条 都放在这个上 所以说我们要 设置它里面的 子组件的 这个什么呢 权重 所以说设置是 它里面的 子组件的 权重 那么这个子组件 是哪个呢 当然我们生成的 这个线性布局器 给它设置一个权重 这是一个剩余的 空间权重 那么这个权重值啊 我们当然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的 其实就一个 百分比的问题 那么我们说 这一个窗口上面 我让它放几条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 比如说放七条 那么放七条的话 我们百分之百的话 除以七大概是多少 那么这就是这样 那么如果六条 比如说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空间啊 比如说百分之 放六条的话 那么放六条的话 一条 你想想应该多少 比如说我们这个 剩下这个整个站 当然整个这个空间 是百分之百的 对吧 对我们现在这个来说 对于它来说 它就是百分之百 然后我们把这里面 放的这个 比如说屏幕这个范围内 我们放六条 那么这每一条的话 我们当然大体算了一下 我们说六条 啊 这个 一条算百分之十五吧 那么五六三十 啊 一六的六 啊 就是九十 百分之九十 那么 差不多 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说 我们这个里面 每一个给它分配十五个 每一条呢 占百分之十五 哎 那么这样分配一下 那么用了权重布局之后啊 我们要给这个 置需求尺寸的时候啊 这个高度值呢 我们要给它置为零 啊 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要设置宽度 对吧 它这个权重布局啊 如果你是中向的 它就设置的是 高度的这个权重 如果是横向布局的话 如果说这个是横向的话 那么就设置的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啊 横向的一个权重布局 当然我们这个 这个布局器啊 我们这个线性布局器 整体背景呢 我们是一个宗向的啊 那么 所以说给它设置的时候 我们就把高度 设置一个权重啊 十五 那么这样设置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可以生成一下 看看有没有变化 那么这是之前 我们固定的 在这里面调试 是挺好用的 对吧 现在呢 我们把它用了权重布局之后啊 按比例分配之后 我们再 给它安装进来 看看我们改完之后 这地方不用固定值 不用那个110的时候 它还好不好用 是不是啊 现在读进来之后 发现呢 它基本上还是这样 一二三四五六 六条多 七条这样 所以说这地方 我们就用了权重布局 那么你把 这时候你把这个AP 给你装在手机上 它也是可以的 装在手机上可以的 那么大家说 你这个到底 有没有生效呢 是不是 好像刚才没有啥变化 那么比如说我们把这个 这条要是屏蔽掉 对吧 屏蔽掉之后呢 我们生成一下 大家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况 大家看点开之后 没有 对吧 因为这个设置的这个需求高度都是零 零的话就看不见 所以说这一条 它是起作用的 那么这样 虽然说 我们用了这样的和之前固定的110 它显示从模拟器的角度看 显示是差不多的 好像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这个你要把它装在手机上 那么就有明显的变化了 所以说你看这条起作用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样之后呢 我们看到的应该是装在手机上 应该是什么呢 天坑之后 把这个坑我们给它填上之后呢 在手机上 我之前有的同样这个 没有用这个全中布局的时候 它是这样的 用了全中布局的时候 它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样的话 你看手机上 它也会就是高一点 然后呢 它会跟着你的屏幕去算 你能显示多少条 能显示多少条 它就去给你分配多少条 就不会随着屏幕的大小 因为屏幕大小 因为我们之前设定的固定值 导致了这个显示不耗 好 这个地方呢 就是给大家说了 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解决之后 其实我们像这个地方 还要考虑什么地方呢 我们在动态生成的时候 是吧 这个地方也有 我们点增加的时候 它也有这个问题 所以说增加的时候 我们把之前这个代码屏蔽掉 这两号代码给它换上 这是我们增加的时候 它有这个问题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再生成一下 这增加和这个 自动生成列表时候 都让它好用 好 比如说 这个地方我们 设定一个值 看看 是吧 就是最后这个 然后我们点击增加 是吧 后面可以增加 增加 所以这就好用了 这样的话 大家把这个APK 你发在手机上 安装之后 就首先 它能够运行起来 然后呢 你这个界面显示呢 是正确的 基本上过得去的 不会像之前 我们说的 这个有坑的时候 会显示这样的 好 所以说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一定 再回顾一下 注意一下 这个 当用了这个 权重布局的时候 这个 它的高度和宽度的问题 如果高度 用了权重布局 这个高度 要设置为0 那么这个是之前 讲课有些 没讲到的 或者说 没注意到的 也就是说 当用了权重布局的时候 这个高度 我们在平时设置的时候 要把直接指定 要把它指定为0 才可以 也不是说是 非要设定它 才可以 而是是什么呢 而是这个地方 它 如果没有值的话 会影响 会影响我们的 这个 实际的这个显示 会影响我们的 这个显示 所以说 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给它 把这个 去改一下 当然这个地方 就是说 说这个地方 具体呢 指的是我们这个地方 指的是我们这个里面 因为我们是 动态生成的 所以必须要 动态的指定 这个地方是0 如果我们是 手动设置的话 我们要在 手动的地方去设置 那么关于 这个权重布局啊 一会儿我们讲 欢迎窗口的时候 还会再给大家说到 好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上节课 遗留下来的 两个问题啊 或者说几个问题呢 给大家解决一下 解决一下 这时候大家 再把这个APP 装完之后 就好用了 好了 填完 这个前一天的坑之后呢 我们现在 接着去看 我们新的内容 新的内容 第一块呢 我们先给大家看 这个再入窗口和关闭 这个里面要讲到什么呢 讲到窗口的再入 以及窗口再入时候 传递参数 像这些呢 都是因为这个再入窗口啊 它有两种 一种是再入 还有另一种呢 再入呢 是可以传递参数的 就说我现在带着 我点的时候 我要再入窗口的时候 给这个窗口 发一些消息 告诉这个窗口 做些什么事 或者说 告诉我现在 从哪地方点的之类的 这个是给它一些参数 这其实有点像 一语言之类的 我们可以有时候 传递一些命令行之类的 概念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 能再入之后呢 我们还要能关闭它 对吧 窗口再入了 我们怎么去关掉它 还有 关闭的时候 可不可以别那么暴力呢 它有一个动画 关闭窗口 就是让这个关闭的时候 显得更加体面一点 更加好看一点 那么这个 这几个问题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时候我们在 我们第十二课基础上 当然我们 新建一个文件 对吧 这时候我们新建一个 添加一个新的文件 这个文件呢 叫什么呢 在 12 好 填错了 填到 我给它移到这地方 对吧 一拖动 就和这个11天一样 这地方 同级的 那么当然这时候 我们把它 这个包名呢 我们起的和这个是一样的 包名是一样 第十二天的 然后呢 我们把之前这个启动类啊 我们给它加一个什么呢 加个下滑线 对吧 这样的话 我们这地方启动类 然后基础类呢 是这个 比如说我们有全屏 全屏窗口 公开 这样的话就是 基本的一个框架 我们在这里面要测试 一些什么功能呢 测试我们这个 今天要讲的内容 那么给大家讲一下 怎么再入窗口 我们这地方 就是这个启动窗口 对吧 启动类 往里面放两个按钮 叫 这个叫 再入窗口 再入窗口 再入 这样一个名 然后呢 这个文本呢 颜色是为黑色 就一个按钮 那么这个按钮呢 当然我们把这个往中间放一下 把这个这个对系方式啊 就把它放在中间去 是吧 好 我们点击这个再入窗口啊 我们看怎么去再入窗口呢 给这个按钮一 增加一个被单击事件 再入窗口 那么你现在 我们现在其实就这一个窗口 你想再入新窗口的话 有没有啊 没有啊 我们现在再入哪个新窗口 对吧 我们这个火山的窗口 是需要我们去 创建这个窗口类的 创建窗口类的 不创建的话 它是没有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地方想再入窗口的话 你必须要有个窗口 这个窗口哪来呢 插入一个新的类 这个类呢 你比如说叫窗口一 名字叫窗口一 基础类呢 你可以叫窗口 可以是窗口类啊 或者是全屏窗口啊 之类的 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样设置完之后 我们当然这个公开也给它打上 就是我们可以去叫它 就是我们可以去叫它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地方就可以再入 窗口 大家看就有个再入窗口 这个再入窗口的时候 我们这地方就可以指定什么呢 指定再入哪个窗口 我们就再入窗口 这样就是可以把这个窗口再入 但这个窗口呢 我们现在右键点击 看它界面布局里面什么都没有 对吧 什么都没有 那么这个地方呢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当然就可以给它 比如加个框 我们这个框里面写的什么呢 就标示一下 我是窗口一 对吧 告诉他 告诉我们呢 说我是窗口一 不然的话就不认识了 是吧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它能不能再入 看它能不能再入 我们生成一下 生成之后 我们把它安装一下 现在安装呢 当然它还是第12天 因为我们这个包名呢 一样的 大家看 现在点击之后呢 就出现这样一个 就一个按钮 对吧 再入窗口 点击之后 大家看 是不是再入了一个窗口 这个窗口呢 当然我们这地方有一个标签 有一个文本框 当然也就是所谓的标签 这个被我们颜色啊 字体我们设成黑色的 所以说我们看不见 那么这个 你给它设成白色 因为我们背景呢 现在是黑色 所以说这个设成白色 我们才能看得见 这样就是可以再入这个窗口了 这就可以再入窗口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地方重新安装一下 大家再看一遍 打开之后呢 我们在启动力里面呢 点击这个 就再入了一个窗口 显示我是窗口1 对吧 我是窗口1 你这样退的话就可以退出来 可以退出来 这就是窗口的再入 最基本的这个窗口再入 就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说这窗口再入的时候 传递参数 什么意思呢 怎么去传递参数呢 那么这个在窗口再入的时候 我们看 它这个地方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命令 还有一个方法叫 再入 再入窗口2 这个里面大家看 这个里面 它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什么呢 窗口内 这当然就是 我们给的窗口内了 对吧 这是窗口1 说预传递的参数 这个参数呢 它是所有类型 可以扩展 就是说可以带很多 很多个参数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怎么给这地方设置 设置参数呢 你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窗口上 往往有时候有什么样的操作 这个地方 比如说 这个是用户 再入窗口 用户 再入窗口 那么还有一个呢 是什么呢 是管理员 这就相当于我们在写程序的时候 这个程序里面可能有两种权限 一种呢 是普通用户 一种 一种呢 是管理员 那么如果普通用户 再入的话 我们显示一个用户 如果管理员的话 我们显示一个管理员 那么这两个同时 同样都是再入同一个窗口 但是它要显示不同 什么意思呢 我们都是这一个窗口 都是这一个窗口 但是再入进来之后呢 我们管理员进来之后 我们让这个文本框 显示一个什么呢 我们这地方 比如再放一个文本框 把这个复制一份 粘贴一个 这个文本框呢 叫做 什么呢 权限 是什么什么 对吧 这个权限呢 我们下面这地方 这个是文本框几啊 这是 我们这地方 文本框 权限 把这个地方显示 显示什么呢 先留着 对吧 留着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看一下 怎么去做这个工作呢 当然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个给它设置为 横向对齐 横向的我们看一下 这时候 我们 如果这个点击的时候 我们让点击 这个按钮的时候 显示是用户 啊 那我们这地方给它 用户 这个地方呢 是管理员 这样的 那么这地方 我们当然点击按钮的时候 就区分一下 说 如果 这个什么呢 来源对象 要是等于 按钮 按钮 用户的话 对吧 如果是用户点的 怎么样 否则 如果这个来源对象 要是管理员的话 怎么显示 这个地方是管理员 怎么显示 那么如果是用户的话 我们这个切一下 屏蔽一下 如果用户的话 我们带一个参数 叫什么呢 用户 对吧 这就是带一个参数 如果管理员的话 我们带一个参数 叫管理员 这就是带参数的意思 那么带进的参数 我们怎么去把这个参数 这个内容取出来 显示出来呢 那么这个就在我们这个 窗口一 这个被载入之后呢 我们要 在这地方做工作 做什么工作呢 我们这地方添加这个什么呢 窗口被创建的这个 方法 这个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里面呢 大家看再入参数 这地方就是有个再入参数 有个再入参数 这个参数 就是取我们这地方传进来的东西 因为这地方可以是很多个 所以说呢 这地方 它这个参数呢 它是一个数组 你可以传很多个的话 我就当数组 你要一个的话 当然就是一个成员了 对吧 那么这个数组相当于一个成员 那么这时候我们看 怎么去把这个取出来呢 那么我们让这个文本框 什么呢 权限 它这个内容啊 等于内容 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我们要把这个读进来 那么这个参数 怎么去读进来呢 我们它是由对象里 我们用对象 到文本 就把我们这个再入参数里面的 第几个呢 我们的第零个成员 那么因为我们传进的是一个 对吧 所以说它就是第零个数 第零个成员 其实就第一个成员 在这地方必须写零 对吧 因为数组从零开始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把这个对象里面的这个数据啊 到文本 我们显示一下 看看这个权限 现在能不能正确显示出来 点击 这个时候传的是用户 点击这个时候传的是管理员 我们生成一下 这样的话呢 我们去安装 看看我们 点击的时候 它有没有什么区分呢 用户再入的话 显示 是不是全线是用户啊 退出 管理员再入 是不是这就要显示是管理员 啊 这就是我们 它 不同的按钮 再进来之后啊 它有不同的显示啊 这就是往往我们有些程序啊 就是 这个你 这个登录进来之后 有权限问题啊 可能用户进来之后 这有些地方 什么是不显示的 对吧 那么管理员进来之后 显示什么 那么这个地方可以给大家 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这地方啊 这个这个窗口里面 我们放了一个什么东西 放了一个 按钮 啊 放了一个按钮 按钮放到后面 这个按钮呢 我们给它设置一下 设置得耀眼一点 是吧 管理员才有 啊 那么这样一个 这么一个大按钮 这个按钮呢 就是管理员 时候才显示这个 那么这个按钮啊 我们叫 管理权限 那么我们在这个进来 我们要判断一下 如果什么呢 其实就是说 如果这个内容啊 要是等于 用户 啊 当这个地方判断的时候啊 我们不能直接这么写 我们这个文本的比较 像这个地方叫文本相等 啊 就比较 文本的话是这样用的 文本相等 好 这两个内容啊 去比较一下 文本相等 去比较一下 如果相等的话呢 这个它点可是呢 就等于 啊 组件 可视状态点 完全隐藏 啊 就这意思 如果用户的话 它是隐藏的 啊 否则 如果是管理员的话 啊 这个如果是 管理员 那么它就是一个什么呢 可视的一个状态 啊 这个地方就给大家 做这么一个 我们去看一下 直观的去 看一下关于这个权限这方面的 就是说 不同的 然后登陆进来之后 可能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们就是在新窗口再入的时候 我们可以增加这个窗口参数 用户进来之后没看到那个按钮 对吧 管理员进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是不是有个按钮 管理员才有啊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 用了 这个窗口 在入窗口的参数 然后 加上接收如何 接收参数 在这个窗口被创建的时候 通知被创建的时候呢 把这个带入的参数 给它获取一下 啊 可以再去判断它 这样去做的 好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一个 再入窗口和再入窗口传递参数 啊 一般来说呢 可能没有传递什么 我们就直接再入窗口就可以 如果要传递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再入窗口2 这个非常方便的就传递 过来参数了 那么我们可以再入窗口 我们 怎么去关闭这个窗口呢 我们现在知道 这个我们再入进来之后关闭 我们这个退一下 对吧 就算是关掉了 啊 再入进来之后 这样就可以算是关掉了 那我们能不能增加按钮 怎么点击一下 把这个窗口关掉呢 这个也是可以 这个在 我们这个地方呢 加一个按钮 啊 这个按钮叫什么呢 关闭 那么这个文化呢 叫关闭窗口 这时候我们点击关闭窗口呢 就可以把这个窗口关掉 啊 那么这个文化颜色 我们设置是白色的 对吧 那么怎么关掉呢 我们要给这个增加一个被单击事件 被单击事件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要判断一下 说如果因为我们这个事件都用的是窗口被单击 对吧 来源对象要是等于按钮 关闭的时候 怎么关闭窗口呢 那就写关闭就可以了 这就是关闭窗口 就可以把当前你的这个窗口类啊 这个里面的这个窗口关掉 它就是这样简单 所以这个载入窗口啊 关闭窗口 这当然就是一套了 对吧 你载进来光载入 你也不关闭 这个就不科学了 好 再入窗口 关闭 是吧 就关掉了 关闭就关掉了 这就是关闭窗口 就这么简单 那么这地方还有一个动画关闭窗口 这个什么意思呢 现在你看我们 关闭的时候它就没有了 对吧 那么动画关闭窗口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 再放一个按钮 叫动画 动画 动画关闭 动画关闭 那么这个呢 叫关闭 好 我们看如果这个来源对象 等于动画关闭的时候 那这地方用否则 否则 这个是一个什么动画 关闭 那这个否则我们剪下来 往这放一下 好 这样 否则动画关闭的时候 那就写动画 关闭 就是这样 又是这样的简单 但是这个里面就会有一些参数 有个参数 你看这个呢 就关掉了 对吧 这个有参数 你要有什么样动画 对吧 所以说这个我们看一下 这个帮助里面 它有 说这个切换模式 切换模式提供窗口的动画切换模式 窗口切换模式中的长量值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窗口切换模式里面的长量值 什么是长量值呢 就是这些 这些就是长量值 那么比如说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什么的 对吧 那么比如说我们弄个旋转 看看它能不能转动起来呢 生成一下 看看我们的动画关闭的时候 它能不能有这样动画 再入 动画关闭 大家看是不是 那么旋转了一下 所以说这地方 它确实是有效果的 那么这地方大家可以测试 几种 那么这地方 大家看 这前面在这个图标的都是长量 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等等 都是可以 好 这就是一个我们说的 窗口载入 传递参数 关闭窗口 动画关闭窗口 它就这么 命令写起来很简单 那么但是大家要知道 对吧 如果不去了解的话 你可能说 这个窗口怎么载入 怎么关掉 这个就是 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大家练一练就可以了 记住这些 因为这些命令非常常用 这些方法非常常用的 好 那么这个就给大家说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什么呢 一个 时钟 这个时钟是干什么用的呢 时钟是我们在程序里面 让它周期性的做什么 执行什么样动作的 那么这个时钟呢 不是说 是我们家里挖的 小声那个时钟 就是看时间的 我们这里面的程序 编程里面这个时钟啊 一般指的是一个定时器 就或者说叫一个计时器 就是说 你让它一秒钟计一下 一秒钟干点什么事 它就是这样 周期性的 你设定一秒 它就一秒一秒一秒 这每一秒 你让它干些什么活 它就给你做了 周期性的做 那么这个时钟 在我们火山里面 它怎么用呢 我们看它有几个 基本的属性 比如说 这个时钟 你得设计周期 多长时间干什么事 对吧 这是一个它的周期 那么这个时钟 你让它什么时候启动 什么样 什么时候停止 你不能说让它 一直在那走 对吧 我有些时候 不想让它走了 我想让它停 对吧 那比如说 就像我们这个什么一样 一个 这个比赛 赛跑的时候 对吧 这个说预备 开始跑 对吧 鸣枪之后呢 开始计时 然后呢 跑出 冲出这个 终点线的时候呢 我们要停止计时 对吧 那么这就 比如说 看一下它是多少 跑了多少秒 白米可能是10秒多 11秒多 12秒多 那么这就是 记一下时间 就是周期性的 我累计 然后呢 看你累计了多少秒 那么这就是 你跑的这个成绩 那么这样的话 就要启动 跑的时候启动 出去的时候 我停止 就把中间这个时间 算一下 那么 这就是一个 时钟周期事件 在这个周期性的 你说让我一秒钟 干什么 就在这个事件里面 我要干活 你让我干什么事 就在这个里面去做 那么这个我们看一下 怎么去用 那么对于 我们这个程序来说呢 我们给 我们这个程序里面 做点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们给里面放一个 放一个这个文本框 这个文本框干什么用呢 我就做一个 时钟 就显示我们电脑 或者说我们手机的时间 那么这个当然 我们做一些设计 这个文本框 里面呢 叫 时钟 我们这个里面的 显示的 这个文本呢 当然就是 到时候是几点几分那样的 那么 我们这个文本颜色啊 我们设置成一个 我们是黑色背景 我们设置成白色 这个大小呢 设置大一点 嗯 设置一个 比如说30 然后呢 这个字体啊 简单的设置一下 比如粗体啊 好 就这个时钟 这个时钟 我们让它周期性的显示 当前的时间 每一秒显示一下 那么这个工作怎么做呢 这个呢 我们就要定义一个 叫 时钟 啊 比如说这地方 我们叫成员 时钟啊 那么这个时钟 定义成什么呢 叫时钟类 啊 它叫时钟类 那么时钟类 有什么样的属性呢 它有 周期啊 这个周期是怎么算的呢 一千 算一秒啊 那么就是 周期的单位是毫秒 一千呢 一千毫秒就是一秒啊 所以说 这个地方 你给一千 代表是一秒钟啊 这就是时钟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用法 定义一个边量 或者一个成员 或者一个边量 类型呢 是时钟类 然后设定周期 这就是 它就这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想让它周期 这个时钟启动 那么当然 这地方我们可以放个按钮 一个呢 叫启动 启动 再放一个 这个呢 叫停止 启动和停止 现在我们点一下启动呢 让时钟周期启动 让这个时钟启动起来 那么这地方 当然我们要写代码了 对吧 否则 来源对象 要是等于按钮 启动的时候 怎么让它启动呢 我们就让 成员 时钟点 启动 这就启动了 这样一写就启动了 停止的话呢 让它怎么去停止呢 否则 如果它是停止的话 我们就让成员 时钟点停止 这样就停止了 那么它现在到底起来 还是没起来 停止没停止 我们不知道 对吧 那我们想让它显示一下 怎么显示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时钟 给它添加这个事件 它的事件是什么呢 就只有时钟事件 时钟事件 添加之后呢 它就会出现这样的 出现这样的一个方法 时钟类里面的时钟事件 这就是我们说的 如何让它产生 这个周期性的事件 在这个事件下面 执行什么动作 那么这个动作 执行什么动作呢 我们可以让它显示 一个当前的时间 当前时间怎么去取呢 局部 时间 这个时间呢 我们定义它是一个日历类 日历类 那么这个日历类的话呢 我们 让 这个日历类 它点取时间 这我们之前用过 对吧 取时间 取完之后呢 让它把这个时间呢 显示一下 怎么显示呢 到 格式文本 到格式文本 那么这个格式文本 那么这个格式呢 我们看 这上面有这个说明 对吧 我们看一下 这个里面的说明 我们自己构造有格式 比如说我们显示一个 什么呢 显示一个 十分秒吧 时间呢 24小时制的 我们可以用这个大H 对吧 H 这个分呢 是多少 分钟呢 是 这个小M 对吧 秒呢 是小S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给它构造一个 什么样的格式呢 大H 两个 分呢 是M 对吧 秒呢 是S 我们就显示 十分秒 把这个显示到哪地方呢 显示到这个 文本框 时钟 点内容 等于 内容 内容 等于这个 好 我们看一下 可不可以显示呢 生成一下 这个地方 没有 这是一个启动 对吧 点一下 再看启动之后 是不是显示 这是一个停止 停止之后 是不是它不再走了 再点的时候呢 它是把当前的事件 读取出来 对吧 所以说 这个地方 这就是时钟的一个控制 启动和停止 启动和停止 大家看 是不是 这就像一个 做的一个电子表一样 好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 时钟的一个启动 停止 当然是定义 定义了周期 启动停止 然后在周期事件里面呢 我们让它把当前的时间 显示了一下 这个就是 这个时钟 这个地方叫启动 这个地方呢 叫 停止 没有这个文本的话 它自然 显示就没有文本了 它这个名字归名字 不是这个文本 文本是这个上面显示字 对吧 这个大家都了解 不然的话 你看这下没有字 那么这下我们再生成一下 看一眼 然后我们就接着下面的学习 好了 启动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关于时钟 你看我们时钟的定义 对吧 启动 时钟的停止 这些工作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么实际 在应用的时候 大家各种情况 什么地方 你就想要这样计时啊 或者是做这样的一些 周期性的一些工作啊 你就可以用时钟 去做了 好 那么关于时钟 我们就说这么多 下面呢 我们就要 去学习 如何去应用 我们刚才学到的这些知识 一个呢 是载入窗口 另一个呢 就是时钟 这个时钟 说这个欢迎窗口 那里面 欢迎窗口 这有窗口两字 我可能想着 可能用到窗口 那么这个时钟呢 干什么用呢 在我欢迎窗口里面 时钟起到什么作用呢 这就是我们之前 给大家说过 就是这个程序一启动之后啊 它可能 显示一个图片 或者显示一个 什么样的画面 几秒钟之后 这个画面自动关闭了 这种窗口啊 一般我们把它叫做 欢迎窗口 或启动窗口之类的 那么这个 让它几秒钟关闭 这个工作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用时钟去计时 对吧 窗口一启动的时候 时钟让它自动启动 这个三秒钟 让它计时 三秒钟之后 把这个窗口自动关闭 对吧 怎么关闭窗口 我们是不是也学了 啊 怎么再入窗口 也学了 对吧 怎么样 周期性的做什么工作 我们也学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工作啊 应用到我们这个程序里面去 好 我们现在先给大家说 这个欢迎窗口的意义 啊 这时候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我准备的一些材料 什么材料呢 这是我们准备的一些欢迎图 啊 之后可以选用 大家看到这样的图片 应该比较 常见 对吧 我们手机的QQ的话 我们现在 一打开手机QQ呢 它就会一般呢 会显示这么一个 图片 对吧 就这么一个界面 等一会儿之后呢 QQ它才 这些加载出来 里面我们的好友 什么的消息 什么的才能看见 那么这个窗口 就是一个欢迎窗口 那么像大家还常用的 对吧 微信 打开之后 这么一个窗口 一会儿之后呢 这个手机快的话 可能很快 啊 这个 就加载完了 啊 就到我们的界面上 如果你手机很卡 很慢的话 这个界面可能还停的 时间更长一些 啊 这就是一个欢迎窗口 这个大家 你可以现在拿出 你的手机 对吧 啊 你 比如说 很长时间 没打开微信了 或者QQ了 它可能自动就关掉了 或者 这样的 然后你再点一下 啊 或者说你点开其他的 任何一个APP 你看它 有没有类似 这样的欢迎窗口 几秒钟之后 关掉 当然还有一些呢 会上面显示一个什么呢 它可能这个欢迎窗口 干什么的呢 它是一个广告 对吧 比如说今天小米手机 发布了一个新款的 什么手机 这时候你打开了什么 小米商城啊 或者小米相关的一些APP呢 它就显示一个界面 显示说 啊 庆祝 今天什么什么 小米手机 什么什么发布了 什么小米8之类的 然后你如果你点一下 这个界面的话 它就 直接 像它 它就是广告 就跳到一个网页 或者说商城 或者什么什么地方去了 啊 这样的话呢 这个欢迎界面呢 它其实又起到一个广告的作用 啊 这个呢 有些这个程序启动之后 它可能还显示 切换好几张图片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 可能好几个广告 啊 那么跳到哪个界面 你点一下 它可能就 打开一个 比如说有一个什么 这个 小米手机的广告 对吧 可能还有一个淘宝的广告 还有一个是京东的广告 到京东这个页面呢 啊 它自动切换几个图 到那个页面一点呢 打开京东了 那就类似这样 所以说这个欢迎界面呢 一方面 它起到的作用就是说 当程序在加载的时候 因为可能这个数据比较多 它要处理的时间比较长 啊 然后呢 给你这一个界面 就一直告诉你 等待一下 你看我正在 加载 对吧 它上面有时候可能显示点文字 说正在加载中 啊 有些呢 可能就是界面 刚才说的 它就是广告 啊 就是为了让你 点一下 啊 把你引到什么地方去 所以说 常见的 像欢迎界面 它这两种作用 比较多一些 那么这就是欢迎窗口的 啊 一般的用 用途 就是干什么用 啊 另一方面呢 说这个欢迎窗口内容的构造 这个内容构造呢 一般的 你看我们像 见到这个欢迎窗口 它可能就一张图片 或者是上面 简单的一点文字 或什么样的 啊 简单的一些文字呢 呃 显示一下 比如说这个程序的名字啊 呃 显示当前正在做什么工作啊 啊 就是说程序正在加载中啊 数据加载中 请稍后 类似这样的 那么这些东西呢 我们在 呃 就是构造这样一个窗口 这个窗口呢 在上面我们去布局一下 那这个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结合我们之前的程序 去用一下 怎么用呢 就是我们 给我们之前的这个程序啊 做一个欢迎窗口 给我们之前这个程序做一个欢迎窗口 好 那么现在我们看 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把之前的这个呢 给它改一下 这个给它加一个 向画线 然后呢 把我们这个呢 向画线去掉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生成一下 当然这时候生成的它就是这个 对吧 就回到了我们 这个欢迎窗口的一个应用 我们给我们这个程序呢 做一个欢迎窗口 现在我去安装之后啊 它就变成了我们 现在的之前的这个变迁了 对吧 当然我们再把变迁变回来 变到这个界面上 怎么变呢 我们就回到 这个地方 把我们当前这个 把我们变迁主页呢 给它隐藏掉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 最底层的这个 整个这个主页 手页呢 给它可视了 这样 可视之后呢 确定我们 生成一下 生成之后 我们去安装一下 当然这时候我们 它一起来就会在这个界面 对吧 这就是我们主界面 那么让它一启动之后 就到我们这个界面 那么在我们这个界面 启动的时候 大家看就像这个 比如说QQ啊之类的 点击之后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 那么这个就是QQ的一个 欢迎界面 然后到这地方 你去登录 或者什么样的 如果已经登录了 它这时候可能就跳到 你的好友什么的 对吧 没有的话呢 它就显示这样一个界面 过几秒钟呢 就跳开了 那我们现在给我们这个程序呢 也做这样一个欢迎界面 就是让它像这样一样 有一个界面 然后呢 过来显示 这个工作怎么做呢 我们今天学了这个带入窗口 那么我们给我们这地方 就做一个窗口 单独做一个窗口 那我们就要插入一个新的类 叫什么呢 我们就可以叫欢迎 欢迎窗口 对吧 欢迎窗口 这个类呢 我们当然也用这个 这个全屏窗口 对吧 公开一下 现在我们去生成一下 这是可以的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去构造 你看前面这地方 这个类呢 是我们启动类 它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地方的 我们现在 大家看界面是空的 因为只要有一个新的类 你是基类 要是窗口的话 我们就可以 这就是点设计这个窗口的话 它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布局 它不是在前面这个 因为它是不同的类 就相当于不同的窗口一样 这个呢 就是它这个窗口 那么这个窗口上面 我们就要做一些设计 怎么设计呢 我们就可以像参考这种 上面比如说显示一个图片 下面显示一些什么文字 对吧 你看上面显示什么版权啊 等等 这样一些信息 那么我们去构造一下 这个构造的话 当然 我们之前的常见做法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一开始 就给里面放一个什么 这个线性布局器 对吧 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把这个线性布局器啊 设置为 匹配副组件宽度 匹配副组件的高度 就放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任意的去摆布它了 对吧 那么首先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 给它设置个什么吧 可以给它设置一个背景图吧 这个背景图呢 我们这地方准备了这么多 准备这么多呢 可以把它 比如说 拿一些过去 放到什么地方呢 就放到我们 第12天 放这个图片里面嘛 这是一些背景图 我们可以任意选择 这个就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 这个什么呢 根据我们的主题 或者根据我们的心情 是吧 比如说这个 现在上面是红色的 那我们这地方可以用红色的 或者说你用蓝色的 绿色的 你看这是蓝色的几个 绿色系的几个 对吧 红色的几个 那么比如说 我们今天觉得心情非常好 我用这个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地方选一个图片 背景图 选一下 比如说是选一个背景图 当然这地方你是 可以是JPJ的呀 或者说这个 这个什么的 这个PJ的 对吧 JPJ的话 它就这样 一般我们用这个PNJ的比较多 比如说我们这个 用这个JPJ吧 那么给它用了背景图之后 当然我们生成之后 我们现在是看不见的 对吧 因为这个窗口 现在并没有载入 并没有载入 那么什么时候载入这个窗口呢 我们可以在这地方 怎么把这个窗口载入呢 我们已经学了 怎么载入 对吧 那么我们这启动类创建完毕之后 是不是在这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地方写 再入窗口 是吧 是不是就可以再入这个欢迎窗口 生成一下 我们看看我们这个程序现在启动之后 是不是就再入了这么一个欢迎 我们制作的这个欢迎窗口呢 我们这个窗口当然现在只有一张背景图 点击之后 大家看是不是再入了这么一个窗口 这就是 那么再入之后 你看我们这个现在 它就一直停在这地方了 你也没有什么控制 对吧 你没有说让它几秒钟关掉 或者说是你上面有个按钮让我可以关掉 就像我们现在有些APP启动之后 它是有几个图 但是它允许你去关掉 说跳过 对吧 一般大家看右上角 这个地方显示个跳过 有时候你点不好 就会点上广告了 跳过 跳过的话就是意思说 把这个图欢迎窗口关掉 那如果你不跳的话呢 它可能这地方有个倒计时 三秒 两秒 一秒 然后卡 就就关掉了 那么现在我们这地方啥也没有 我们也没法关 也不会自动关 那么只能就是我们 往过反一下 然后它把这个窗口就关掉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虽然说是有 但是呢 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对吧 想要的效果是什么呢 几秒钟之后关掉 那么这个我们就要看 接下来我们这个欢迎窗口的一个应用 应用的话 当然就是我们现在再入进来 是不是就已经算应用上了 那么当然这个上面内容构造 我们可以再构造一些 现在比较简单 构造完之后 我们再去控制这个窗口 控制怎么控制呢 当然就是几秒钟之后 让它关掉 这就是控制 或者说我们点击一下什么按钮 让它关掉 好 现在我们再去把这个美化一下 怎么美化呢 那么当然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这个 这地方我们可以加点文字 是吧 比如说这地方显示几个 这个日常小助手 可以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窗口 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些分配 比如说 我们下面这地方想显示一点 什么版权信息之类的 对吧 显示说 这个版权规什么什么所有 类似这样的 然后呢 这地方我们可能还要显示一点 什么呢 什么什么小助手之类的 几个大字 那么后来呢 我们这地方可能哪地方 上面一般你看我们 这个程序 这个APP 右上角 往往在右上角这地方显示 多着秒 倒计时 然后显示 可能还有个跳过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窗口 分成这么三部分 这三部分怎么去做呢 我们可以这样 给它 用这个布局器 给它分配一下 一个 两个 三个 那么这个 最上面这个布局器 我们就右边显示一个什么呢 我们就是右边显示一个 这个 这个什么 就是多少倒计时 对吧 还有一个跳过 类似这样的 那我们可以 这个宽度呢 当然这几个呢 都让它 匹配 不组件的宽度 对吧 高度呢 我们给它做一个分配 怎么分配呢 比如说 这个地方 我们占10% 这个地方占10% 这个地方占80% 那么怎么分配呢 这个地方 给它 设置 权重呢 这其实就是10% 对吧 10% 那么这地方 用了权重布局之后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 它这是宗向的 我们一定把这个高度 给它设置为 0 直接指定高度 把这个高度设置为0 然后用这个权重布局 所以说这两个 它是有影响的 如果不设置0的话 会有影响 那么这个呢 就剩下的80% 那么剩余权重呢 给它设置80% 高度呢 一样 我们要指定一下0 给它这个高度设置为0 你看刚才设置完之后 它这地方其实 有点跳动 对吧 这个剩下的呢 给它10% 你看这样的话呢 这是10 这是80 这是10 这样的话呢 它的高度 我们看 也要指定 0 大家看 你看只有把这个 设置为0的时候 它这地方才会 你看这个10 这个10 它俩一样高了吧 如果不设置为0的话 你看 这个是10的时候这么高 这个也是10 但是它这么高 对吧 它比较高 所以说这个地方 必须要给它 把这个设置为0 完全让它 用这种比例的方式 去分配 这就是我们之前 就是受这个影响 我们做了设定的一些固定值 不同的屏幕 分辨率 不同的这个屏幕大小 导致最后可能显示的话 不怎么好 所以说 这地方用了这种全中布局 就是按百分比的布局 你看这个就是10% 10% 对吧 20%了吧 这是80% 它是这么分配的 那么这样分配之后呢 我们给这个里面 做一些什么呢 给这个中间呢 我们放一个 榜榜框 我们把它可以显示到 这个什么地方呢 显示到这个中间 这个位置去 可以把这个地方 我们显示一个什么呢 叫 这个对齐方式呢 都让它聚中 啊 这地方呢 显示日常 小助手 这个玩法大小呢 也设置一下 比如大一点 50 啊 我们把颜色呢 我们看 这地方是红色 对吧 我们给它设置一个 白色或者黄色 它这么一对比都能看见 就是白色 啊 这个呢 设置一个粗体的 就很大大的几个字 那么这地方显示一个这样 下面这地方 我们想显示一个什么 版权归什么 什么所有之类的啊 那么这些内容 我们想显示到最下面去 那么这个最下面怎么显示呢 也画个网坡框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地方 这个布局器里面 可以给它设置一下 让它居中对齐 然后这个地方呢 让它这个 这个地方让它居中对齐 纵向呢 让它底对齐 这样它永远就在底部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就把文字呢 设置一下 这个地方设置个黑色 因为看我们这个图来说呢 下面这地方是白色 对吧 啊 你这地方可以 我们可以设置红色 或者黑色都可以 如果你设置白色的话 就字可能看不见了 那么这个地方就说 版权规 所有 空格大概2018 还历史这样的 显示这样一段信息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显示点什么呢 这个地方 我们一次性 给它构造好 这个地方又怎么设置呢 想让它显示在右上角的话 怎么显示呢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内容啊 让它 首先是右对齐 对吧 然后呢 纵向的呢 让它顶对齐 这样它永远在右上角 那么右上角 我们放几个 比如说 这个 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呢 设置为 横向布局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 让它显示一个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这地方 颜色 根据这个颜色啊 这地方显示点什么颜色 会 白色 也还可以吧 或者说是 黄色 比如说 这两个都显示 颜色 让它是 黄色的 这一个内容呢 比如说是 让它显示五秒 啊 这个内容呢 让它显示一个 跳过 是吧 我们常常见到 有这样的 有跳过 好 这样我们设置完之后 看一下 生成一下 看看我们 做的这些设置 有没有效果呢 现在会显示 个什么样子呢 构造了一下 这个欢迎界面 现在点击 大家看 这地方显示 日常小助手 是吧 这地方 版权归于什么 所有 那么这些文字 都有了 对吧 文字都有了 那么大家要觉得说 这个地方 好像这个位置啊 什么不太好 那么你这地方 其实你可以再有一个 图片 对吧 有一个什么图标 之类的 放到这地方 啊 这个地方呢 好像这个也看着 不太明显啊 这个地方 好像也不怎么明显 那么 事实上 我们常见 这个APP 它很多时候 把这个跳过做的 你都不容易发现 啊 它就 它就不想让你跳过 因为这个 这个欢迎窗口啊 它就是做广告 或者干什么用的 它不想让你跳过 因为有时候 不太好找 啊 那么这个 现在我们看到 有啥问题呢 这个五秒 和这个跳过啊 这地方都有点挤 对吧 有点挤 所以说我们这地方 可以简单再给它 设置设置 啊 那么像这个地方 有点太靠下了 我们可以再往上 让它上一点 啊 让它再 往上去一点 那么这样的话 怎么做呢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把这几个位置 再调一下 比如说 这个有点太下了 那你可以往上调一下 比如说 我们给它个底部的外边距 给个 15这样的 再往上去一点 啊 那么像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两个太挤了 那你可以给它一个右 外边距 给个10 啊 这个呢 也太靠右了 这个右外边距 也给个10 啊 这样往左边挤一点 这个地方呢 如果想为了让它 两个距离再远一点 你可以给它个20 啊 这样它两个 距离 稍微有点分开 啊 那么像这个地方 我们说 好像显得有点太下了 是吧 太靠下了 那么太靠下的话 你可以这样 那么一种呢 就是把它 比如说给它 给个20 然后呢 把它给个70 这样它是上一点 对吧 这个文字也就靠上一点 这些都可以去调整 反正这些 空间这么大 就这么几个元素 你自己去放 给它设置 那么这样的话 界面我们觉得差不多了 那么界面差不多之后 我们要做点什么工作呢 接下来就是 就是要控制它 把它控制一下 怎么控制呢 那么你现在 我们把它生成一下 看看现在界面 好了之后 我们想让它 上面显示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 五秒钟之后关掉 那么你就得有个倒计时 对吧 给我倒计时一下 你看现在这个界面 我们做着 觉得可以啊 这地方跳过 反正不太容易发现 就是这样 这个也五秒 让它倒计时 这地方显示的 也是靠上一点了 这也靠上一点了 现在我们要做的 就是让这个五秒 它能不能写 五四三二一 这样呢 同时呢 我们点跳过的时候 它哪怕就是 第四秒的时候 我们点跳过 就让它关掉 我们现在让它 做这两件事 看它怎么去做呢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 就要给这个地方 增加什么呢 增加个时钟 出现对吧 这个我们增加一个成员 成员里面呢 时钟 时钟呢 我刚才刚学了 对吧 时钟类 这个时钟类呢 给它设置一个什么呢 这个属性呢 叫周期 让它设置为一千 就是一千毫秒 就是一秒了 对吧 时钟周期呢 做什么事情呢 让它 周期事件里面 干什么事呢 在这个周期性的 让它显示这个文字 显示什么文字呢 就这个五四三二一 让它做这个工作 让它做这个工作 那么这个工作怎么做呢 我们这地方 当然可以定一个 成员 秒数 对吧 记录一个秒数 这个当然就可以设置为一个整数型的 整数型的 那么这地方我们初始值 可以让它是 五秒 对吧 让它五秒 给个初始值 五秒 这个地方干什么活呢 让它 首先 显示一个什么呢 让这个 我们这地方叫文本框 哪个呢 我们看一下文本框 我们没有个标识 对吧 这个文本框 这地方 给它起个名 叫 秒数 这个 文本框 秒数 让它的内容 等于什么呢 当然就是 到文本 成员秒数了 对吧 加上一个什么呢 秒 那么 那么加完之后 我们应该让它干点什么事呢 你这个秒不能老是显示个五吧 那么我们这个周期 一秒钟 一周期 对吧 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让这个成员 这个秒数啊 每一次等于成员 秒数 减一呢 对吧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 一秒过后呢 这地方成员减一 那么当我们判断什么呢 如果 这个秒数这个成员 要是让它 要是它要是等于零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让它关闭啊 对吧 这就是说 首先我们 定了一个倒计时 让它五秒钟 默认的就是五秒 然后呢 时钟周期里面显示一下这个秒数 显示完之后 第一 一开始肯定是五 对吧 显示完之后呢 一秒钟之后呢 这个 秒数减了一 变成四了吧 四判断等于零吗 不等于 继续走 那么下一秒的时候呢 这个四 四减一变成三 它就这样 那么就这样的 我们看 可不可以实现呢 当然我们想一下 那这个时钟定完之后 这个时钟好像没有启动 是吧 好像没有启动 那么怎么启动呢 我们要给这个 欢迎窗口啊 增加虚拟方法 被创建的时候 创建的时候 我们让它 时 成员 时钟 点 启动 对吧 是不是应该让它启动 那么其实这个关闭的时候 关闭之前 我们是不是应该让它成员 这个 时钟 点 这个 停止呢 对吧 停止 然后关闭 这样就比较 稳当一点 窗口一启动之后 开始计时 就是开始启动了 这个周期里面呢 如果达到这个 到这个秒的时候呢 让它停止 然后把这个窗口关掉 好 现在我们试一下 好 我们现在要看几个问题 一个是界面上一些显示的 大家看 这个秒这地方 是不是记 在记呢 是不是在记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显示 对不对 对不对 再把它退出 然后看 现在是五 四 那么这地方好像有点不对 是吧 哪地方不对呢 你看 一开始这个五啊 停的有点长 对吧 你看这个五呢 它停的挺长时间 所以说呢 这问题出在哪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 把这个 先让它 减 然后再让它显示 当然这个地方呢 一开始时候 程序一启动之后 我们应该让它 显示一遍 对吧 当然这时候是五秒了 一启动之后呢 它要等一秒钟之后 才去执行这个 一秒钟之后呢 减了一下变成四 这样去显示一下 再看一下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对吧 到零秒时候关掉了 这就是 对了 这就符合我们的 这种认识了 好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 实现的这个 欢迎窗口 倒计时 然后显示 主界面 几秒钟之后 显示主界面 那么这有人说 这个五秒钟太长了 我就不想显示 我就看两秒钟行了 我就想关掉 那怎么关呢 当然就是 在我们这个里面 我们已经设置好了 对吧 跳过 点跳过的时候 我们就给它关掉 那么这个跳过时候呢 这个跳过呢 是在这个地方 当然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用按钮啊 都可以 跳过 对吧 那么我们点 跳过的时候 在哪点呢 当然就在 跳过这个地方点 因为这个跳过 如果是个文本框 要想让文本框 结束这个事件的话 必须要让它 支持 单击 让它支持 单击等于 争 这时候这个文本框呢 我们再给它添加 这个事件 被单击 我们判断一下 如果 来源对象 等于文本框 跳过 如果让它跳过的话 应该干什么事呢 是不是就这些 跳过的话 就让它 把时钟停止了 然后把窗口关闭了 这就跳过了 让它时钟停止 不再计时了 然后把窗口关掉了 这就是跳过 现在我们生成看一下 好 点击 这是让它先正常走一遍 对吧 看看我们写代码 对它有没有影响 没影响到是吧 然后呢 我们去看 显示了 我就不想看了 跳过 是不是就跳过了 它就关掉了 好 跳过 跳过的话 直接进入这个 主窗口了 就是 对吧 好 这就是我们跳过 这个功能 如果你不跳的话 它自然就是到 到了零的时候 它就自己关掉了 如果你想跳过的话 就跳过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这个工作就做完了 把这个欢迎窗口就应用到我们这个日常小助手里面去 对它进行控制 倒计时的控制 或者说我们手工的让它跳过的一个控制 像这种啊 像这种啊 一般来说呢 我们这地方有这个是有这个跳过 也有些程序啊 它做的是什么样的呢 最后这个欢迎窗口 它并不 并不关闭 它可能显示这地方显示一个 但是一般是刚安装完之后 显示什么立即体验呀 或者说启动啊 或者说进入啊之类的 对吧 让你手工去点一下 那如果你这个一般来说 就是说刚装完的程序 它可能有那样的 刚装完程序这时候 它的这个欢迎界面 有可能是一个帮助一样的 一个向导一样 让你看看 说我们这个程序怎么用 你可以翻好几页 对吧 然后呢 你翻完之后立即体验 那么像这种 就是属于常规的 这个欢迎窗口了 那么这时候 我们再进入 我们的程序 对吧 这些当然不影响的 那么这时候 这个欢迎窗口呢 就是我们这个窗口前面 给我们显示 这么一个欢迎界面 好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学的 窗口再入 关闭 还有这个 时钟的应用 让它周期性的 做什么工作 做什么事 让它可以显示一下 这个周期性的 显示一个 时钟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这个 所有的内容 就讲这么多 大家把学到的 东西 马上去应用一下 然后你这样 反复的再去操作的话 把这个学到东西 巩固一下 当然这个里面 我们今天学的里面呢 也用到了前面的 比如说这个 关于时间的 去当前这个 时间的一些操作啊 我们在这地方 讲到了 时间的一些操作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呢 窗口的 时钟的 这些 有些东西啊 就像这样的 我们反复用的话 时间长了 就记住了 好 那么今天内容啊 就讲这么多 下面呢 给大家一些 客户练习 大家再 结合我们 之前学到 这些知识啊 自己 当你把课堂上 我讲的这些东西 你都照着 照模画 都做出了之后啊 你觉得还不过瘾的话呢 你就可以在后面 再增加这些内容 给大家一些提示 大家可以结合数组 实现一个 欢迎窗口的 多图片切换显示 这样有些窗口就是 你启动之后啊 好几个图片 就切换 对吧 一秒钟显示了一个 一秒钟显示一个 或有些呢 你可以用手滑 向左一个 向左一个 或向右一个 可以有多个图片 像这样 大家可以尝试 看一下啊 这个 实现这个 欢迎窗口的 多图片切换 第二个呢 是尝试 让欢迎窗口 在一些 节假日 等特殊时候 特殊变换 比如说什么意思呢 国庆节 显示一个红色图 啊 比如历春的时候 显示一个绿色的 历冬的时候 显示一个白色图 这个你就要 去 首先你有这些素材 对吧 国庆的时候 全国都很喜庆的 是吧 历春的时候 就是充益盎然的 啊 这个草 树啊 都发芽了 啊 就是显示一个绿色的界面 历冬的时候呢 显示一个白色的 当然这个是自动的 不能说 你到历冬的时候 编一个 再重新发布一个版本 说这是白色的 啊 这个国庆的时候 发布个国庆版 而是让它 程序能够自动的判断 今天是国庆 今天是历春 啊 今天是历冬 类似这样的 大家尝试做一下 这可能又用到这种 时间的判断了 对吧 日期的判断了 大家去尝试一下 然后呢 大家可以把做好的这个界面呢 到处晒一晒 对吧 现在就是说 已经大家可以 滑滑滤滤的做的 呃 比较 呃 界面比较多了 你可以做完 把你的APP啊 发上 给大家安装试一下 啊 或者说把你的界面 啊 切换 大家发的网上 大家看一下 学习 互相学习啊 增加你这个增强 那个学习的信心 对吧 也是提升我们这个 提高我们这个学习兴趣 对吧 好了 今天的内容呢 就这么多 剩下的就交给大家了 大家 课后呢 啊 慢慢的去学习啊 反复的去练习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